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经主持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美国富克基金等机构的多项研究课题 方光榜是我们今次专题演讲的嘉宾 他是北京林杰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的所长 主要从事性人权 男性稀疾和性教育的研究 他的主作已经超过50步 他曾经负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美国富克基金会等的研究科系 今天方博士为讲的专题是立足性人权 促进青少年的性教育 方博士今天的主题是立足性人权 促进青少年性教育 有请方博士 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 听大家老爷 为了尊重讲者 本次的会议并不允许录音或者是录像 因为军电广材了 而国际的会议很严重 请大家留意 各位嘉宾 各位老师 掌声好 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和各位分享性教育的一些心得 在座的很多 都是性教育的前辈 都是我的老师 好 谢谢 然后我从各位那里受益量多 我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就是立足性人权 促进性教育 不全行性教育出态 我会稍微语速慢一点 我考虑到可能 有些老师不一定听得清楚普通话 好 在过去几年当中 以中国大陆为例 在台湾 香港的性教育情况我不是很清楚 在以中国大陆为例 在过去几年间 关于性教育当中的社会性别意识 得到了非常充分的重视 但是性人权的意识呢 仍然比较少的被设计 仍然比较少谈到人权这一个理解 那么呢 我今天的讲的题目呢 和院在手上的内容呢 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反复在修改 直到来之前 还有一些修改 那么呢 我想提的呢 就是提出一个不全行性教育的一个理念 这样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 首先是国际上三种主要的性教育模式 第一个呢 是进行性教育 这样一个翻译的方法呢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奇异 我们也都会了解这种性教 我想在这里可能 对大多数老师也都会了解这种性教的理念 和他的目标 这个目标呢就是比如说青少年 不要有婚前的性关系 有一些婚外的性关系呢 都是被禁止的 它更多的是在讲健康 而回避对性的整体上的评价等等 另外一种呢 就是综合性性教育 在中国大陆呢 有时候被翻译成全面性性教育 这是两种不同的译法 两种译法经常混淆使用 它的一个理念呢 是在禁御型性教育基础上在往前发展 它会强调说 手针也是一个最理想的选择 但是呢 如果无法做到手针 那么它会强调说 要有安全的性教育 运的性教育等等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称之为 安全的性教育 这种性教育模式呢 是今天在中国大陆很多性教育工作者 所普遍倡导的综合性教育 或者承着全面性教育 另外一种性教育模式呢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在欧洲性教育大纲当中提出来的 这样一个关系的译法呢 也是我在摸索的 各位看到的手册上 把它翻译成全面性教育 后来呢 在座的联合国教育主的 李敬雅老师呢 建议我说 可以翻译成整合型的性教育 所以我现在用的是整合型的性教育 整合型的性教育 它强调的是成长 这种性教育呢 以往在我们的性教育事件当中 又被称作瑞典性教育 或者北欧性教育 或者欧洲性教育 等等各种各样的说法 但是呢 他们基本的一个共同的理念和追求 那就是说 他关注的是青少年的成长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他谈到了人权的视角 人权的视角得到了比较好的强调 他认为性教育性的成长 是整个青少年人格成长 人生成长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在价值观上 他主张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 尊重青少年信仰和道德信仰选择的自由 他当然也鼓励 有一个安全的性和负责人的性 他最重要的强调是责任成长 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么 基于这样三个性教育里面 那么对此呢 会有一些不同的比较 比如说 综合性性教育和整合性性教育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欧洲性教育大纲当中 也会提到说 它有一些相同和不同的之处 那么 这里的我又做了一个比较 这个也是李明燕老师和我一起分享的 比如说 会说综合性性教育更关注性责任 而整合性性教育更关注性领域 在联合国教育们组织通过的国际性教育指导 它当料当中有一处提到的性的愉悦 而后者呢 会提到的比较多一些 对年龄段的界定也有些区别 整合性性教育 以前整个年龄段更广泛 从一出生就开始了 更显示了它把性 作为一个人成长的整体的保费资源的 这样一个理念 在这样的基础上呢 我又提出了 负权性性教育这个理念 使用的就是Empowerment的这个思考 在这个概念当中呢 我会觉得说 和全面整合性性教育的整体理念是一致的 但是更强调了人权 把权力的视角更突出出来 强调我们的性教育的目标 是要赋予青少年权力 以及他们行使权力的能力 刚才在下面 家常文老师也跟我分享 在台湾可能被议成 负能性 这样的一个 负能和这样的一个议法 这个股权性性教育 我想就是它更强调的是 要被负权的人 它有很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将决策的责任和资源 和资源的控制权 受理和转移到那些 即将受益的人手中 在我们的性教育当中 也就是受性教育者手中 以便增加他们对影响生活的资源 和决策的权力和支配能力 换言之呢 就是要让青少年真正具备 他们在性教育 要让青少年具备 决定他们性的 决定他们和性有观的事物的 这样的资源 能力和支配的权力 赋予它 让我们特别强调的这个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用 父权这个词 就是强调它要的这个 权力的行使 让社会教育者具有 掌控自身 性有观的事物的权力 是提供给他们相关的资源 帮助他们获得选择的能力 当然我们知道父权这个词呢 最早是在社会工作当中被非常重要的提到的 社会工作要赋予 社会工作帮助的人 他们自己有权力和能力 当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概念的时候 我们在强调的是 真正我们要帮助的 不是像守正教育那样 禁止他们发生性关系 也不是像 综合性教育的全面性教育那样 简单的是说 最好不要发生 但是如果发生 要是有安全性关系 而是强调了 受教育者对自己的行为的 拥有全部的权力 当然 这个权力的行使呢 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帮助他们获得 行使这个权力的能力 这就是父权的行性教的一个 基本的理念和目标 当然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无疑会面临一些挑战和博弈的过程 比如说 我个人会认为 最理想的性教育结果 肯定是父权的 要学生自己 青少年自己 具有决定自己身体的全部权力 但是当我们提这样的词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一些策略的考虑 至少依在中国大陆为例 推行性教育目前还是蛮有一些困难的 可能有的时候 我们甚至连推手真的性教育都困难 如果有要是推行的话 那么综合性教育困难 然后我们如果提出来说 一个父权的一个权力给青少年的 这样的一个教育是否能够推行的问题 这是我们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考虑的 但是呢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以我们以往在中国大陆 推行性教育的经验是 我们为了适合所谓的国情 为了适合所谓的教师学校社会的 接受的限度 我们不断地在妥协 不断地在放递我们性教育的标准 甚至不断地改变我们性教育的措辞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一点一点改变的是 我们最初想影响的想推进的 那个真正的性教育的理念 真正对青少年成长最最重要的理念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上市了最早的那些东西 而且最重要的是即使有这样的妥协 我们看到性教育今天在中国大陆推动 也满困难也是非常困难 所以我会觉得说单纯的妥协 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至少在学者的观念当中 和学者的倡导当中 我们应该清楚地走在前面 把那个走在时代的前面 这个清楚地学术理想灌输进来 那么 父权型性教育的基本主张 我个人有这样一个总结 其实我会认为说 虽然可能以往很少老师用父权型这个词 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性教育工作当中 在我们实践当中 其实很多老师做的就是这样一个工作 就是希望奉权利益学生的工作 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呢 其实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在道德观上 我们强调说 个人道德选择的自由 每根可以有自己的道德观 但是我们会尊重普世的价值观 也就是说 在道德和人权的界限上 人权是上位的 道德是下位的 违反了人权的道德 我们会认为说是一个假的 坏的虚伪的道德 而只有尊重人权的 普世的这样一个道德观 才是真正的道德观 在这样一个普世的尊重人权的基础上 我们尊重每个受教育者 或者说每个人他个人道德 他个人道德选择的自由 那么自然而然的 在对待记忆的态度上 我们鼓励青少年对于性 做出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 做出对自己和他人负责任的选择 也就是说 我们要他们充分的知道性的优势 是性的优点 性的愉悦 性的好处 以及知道性的风险 性的关系的责任等等 有全部的充分的了解的情况下 做出一个符合人权的 对自己 也就是对他人负责的 这样的一个选择 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无论他们选择禁欲 还是选择性的国员本身 都 我们说 是他们自己的一个选择问题 都不会 也并不会必然的 对他人和自己构成伤害 只要做到了前面的那个基础 当然 我们在这过程中 也是反对说 倡导禁欲 因为禁欲本身 其实是有一个压迫性的 在中国文化当中 过去几千年 因为禁欲的理念 对女性的那种压迫 对女性自主权 身体心灵的伤害 我们不是可以靠今天 简单的一句 个人选择的自由 或者说 就可以全部的抹杀 然后呢 我们会认为 性教育的主体 是学生 以受教育者为主体 尊重他们的需要 关于家庭与婚的关系 父权性性教育 应该强调家庭婚姻的多样性 不局限于一夫妻制的家庭 而无论哪种婚姻和家庭形式 都可以是幸福和快乐 当然我们也反对宣扬 把恋爱作为婚姻的准备了 这样一种观念 我就说以前到这一点 因为在中国大陆的很多性教育当中 还不觉得 会再把恋爱当做会的准备 比如说 在对中学生讲述 什么是真爱的时候 会反复的强调 一生携手啊等等 这样的概念 而这样的概念呢 我会说 与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 已经相去甚了 关于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应该贯穿性教育的始终 渗透到性教的所有内容当中 这一点我就 我们再展开讲 内容 我们希望提供尽可能全面的信息 这里面就涉及到两个问题 一个是是不是学生有兴趣 我自己现在在组织的一个项目 是中学性教育推荐教案部 我们要设计100个教案 计划中设计100个 比较精品的能够在中学推动的教案 当我们就这100个教案的选题 进行讨论的时候 许多项目组的中学老师 也会提到说 你这个问题 你要讨论的这个 要讲的这个话题 可能是学生不感兴趣的 比如说 我们其中可能会讲到自卫 自卫的方法 圆教 我们会讲到色情品 讲到性工作 在大陆的老师 中学老师就说 这可能是学生不感兴趣的 但是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反问说 这样几点 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不感兴趣 还是有一部分学生感兴趣 或者说 如果学生表面说 他不感兴趣 是不是他的那个 对于那个 这个其实是他的欲望 他的兴趣 是被建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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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 关于跟他的身体 生命性有关的知识 是不是应该他们有权利 全部的获得 而是说 我可以文有性的讲给你 比如很多内容 以中国大陆为例 很多内容 从小学一直讲到博士毕业 从来没有问过 我们说 你对这个感不感兴趣 你确实一直在灌输着我们 可能那个问题 可能我从来就不感兴趣 跟我们的生活完全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相反很多 关于我们自身的 性的选择 情感的关系 他跟我们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 随时可能影响到我们 我们随时可能遇到 跟我们的生活 发生直接和间接的 关系的时候 我们会说 讲述说中学生不感兴趣 我个人会觉得 这其实是老师不感兴趣 或者说这个老师 他不想要学生感兴趣 有意思的是 在我的项目主当中 我们也请了 四个中学生来参与 然后呢 当老师说对 比如说对中学生 会对色情感 会对性工作 不感兴趣的时候 然后我们请了 四个学生发表一件 他们面对在场的 三十几个老师 犹豫了很久 并然坚定地说 百分之八十的学生 会感兴趣 所以我们是不能够 让他们的声音 真的呈现出来 还有一点就是 接受能力 一些人会提出 那么你太多的知识 好像观念 学生接受不了 这其实 背后又一个 我个人会认为说 其实有一个无趣 当然我们的性教育 是根据不同年龄 有不同的内容和方法的 但是 我们这里要讲的 所有的知识 信息和观念 有哪一个 真的是我们的一个 以中学生为例 甚至有些大学生 他们的思维能力 真的接受不了的吗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的 好 我们可以学会 在大陆 我们小学 就学非常变态的奥数 我们刚才的老师 不了解是什么东西 非常变叹的数学题 然后呢 我们一直战风中 学很多 我们都能够接受 为什么一些 关于身体和生命的 社会上的一些现象 我们能够接受 好 方法 我们强调多样的性教育方法 要受教育的参与 促进他们情绪思考 有足以复权 特别是存在价值观冲突的问题 父权行政委的性教主张 将不同观点呈现给受教育者 鼓励他们彼此之间进行辩论 在辩论中做出自己的选择 比如 同样以原交为例 在大陆这些年 也不断的有原交的事件暴露出来 但是所有的媒体的报道 都是一边倒的 然后呢 那个报道你不用去看 就知道他们大概会写什么 因为带着记者 带着既有的价值观 带着既有的理解 然后到开修所里 到开修所里去问当事人 那个结果 其实是被诱导出来的 然后呢 我们会主张说 在我们性教育当中 应该呈现出 能力呈现不同的观点 对性工作 那么在世界上 有各种各样的争论 有支持的反对的 有各种各样的争论 这些争论的观点 都呈现给学生 然后让学生 并不强求他们 一定要形成什么样的观点 最重要的是 我们不能割夺一部分的信息 我们不能只给学生 经过筛选的 我们认为 对他们有益的信息 而剥夺了他们 获得全部 真实的信息的权利 而 西服原先性教 就是要让他们 有全部的 真实的信息 才能够做出 负负责任的选择 当然我们可以强调 性教育从出生 到生命的终止 贯穿于学校的 全部各个阶段 联合教肯文 我们组织 国系性教指导 刚要 其实这句话也强调了 无论年轻人是否 选择活跃的性性 为性教的首妖母 标识传播和强化一些价值观 如互利 平等 责任 尊重 我个人会说 这些其实都是人权的 都是跟人权 极力结合在一起的 下下是我们要 父权做到的 好 教肯文的指导 刚要也提到 支持以权力为基础的模式 其中尊重 接纳 容忍 平等 同情和互惠等价值观 都与人们普遍认可 的人权密切相关 讨论性的话题 必须要涉及到价值观 谈了前面父权性性教 一些概要的介绍 我们就来再看一下 父权性性教的理论基础 我会把性人权理论 作为它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一个部分 青少年同样享有性人权 人权是什么 我想在这里 再多说一句 那么与生俱来 不是说我到十八岁才有人权 与生俱来 于死俱去 人人平的天赋人权 不可被剥夺 也不可以转让 也不可以我转让给别人 父母替我行使我的人权 教师替我行使我的人权 或者我既存在你那里 不可以的 人权是以生俱来天赋 那么下面就面临一个问题 我们在做性教的时候 我们到底是把这个 青少年的性的权利 当作一个角色权 还是当作他的人权 如果我们是当作角色权 那么我们就会非常常见到说 因为你是中学生 所以你不能做这个 不能做大 我们有很多校规 规定的你不能做 那就变成了性 变成了他的一个角色权 因为你是中学生 所以你不能有性关系 不能恋爱 不能自卑 不能或者怎么怎么样 总之呢 假设说你没有成年 你是中学生 这几个小学生 大学生 都是在把他归入角色 都把性变成了一个角色权 而这个角色权呢 是跟义务相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人权不是 人权跟义务没有关系 人权只要预行责任 人权是你不能侵犯别人的人权 你就可以随意地行使自己的人权 只要你行使的程中 没有侵犯别人的人权的行使 好 那么在这一点上 如果我们相信性是人权 而不是角色权 那么我们的性教育都要改变 都要面临很多的改变 我们习惯于规定的一些校规 然后一些选手则 那些其实是把它当一个角色权 归属在里面 而不是归属到一个人权里面 好 那么我个人会认为 性当然是青少年的人权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性人权包括什么 刚才在下面的老师交流也说 有许多人会误解说 把性人权就仅仅理解成 你随意地放纵的权利和惹离 多性非常活跃的权利 恰恰不是这样 性人权也包括 我不受性侵犯的权利 我选择不做的权利都包括 我会认为性人权当中 当然也包括受教育权 如果说性人权是受教育权 那么其实学校没有权利剥夺 我们没有权利不进行性教育 那么家长也没有权利选择 你让你的孩子不接受性教育 因为那是他基本的人权 在我们推行性教育的时候 许多学校会说 我们不做 这会比较常见 会担心有一些问题 家长反对 不作用等等等等 其实我说无论学校还是家长 都没有权利剥夺他的社会教育权 我们现在做的只不过是在谷特 把长期来我们剥夺了学生的性教育权 性的身体安全权 性的隐私权 性平等权 性快乐权 性情感表达权 性伴侣自由选择权 生育的责任和自由选择权 性知群权 这个知情我想特别强调的是 知道关于全面的知识 而不是被筛选的知识 好 全面的性教育权 世界性权权当中也提到了性教育权 还有性的卫生保健权等等 所有这些内容 我们都可以应用到我们的性教育的内容当中 这些强调的世界性学权当中全面的精神 都可以在性教育当中体现 性的隐私 这都是我们可能常做到的性的平等 性的快乐 可能以往是守真教育忽视 守真教育不去做的 而我们也要向新少年强调性的快乐等等 我们不过来客去举例 比如说性伴侣的自由选择权 那么当然也应该包括异性的同性的 都可以是他的自由的选择权 注重性人权的性教育重灾父权 就是父权给亲少年 性教育的目的是让受教育的具有掌控自身 与性有关的事物的权权 是提供给他们相关的资源 帮助他们获得选择的权利 所以基于这样一个理念 我们的目标是父权 让他有选择的能力 有选择的权利 也要的内容 也就要围养着真正让他有能力 做出选择 做出对自己和他人负责任的选择 这个方向 来进行我们性教育的内容 所以记得我们讨论中学性教育教案的时候 很多老师就争论 要不要讲自慰也就讲了 要不要讲自慰的方法 男生最好的方法 什么自慰 女生最好的方法 什么自慰 有许多人反对 因为我们当时现在说 还配个图 还配图 更反对了 但是我们事不与此 同时事不知道 很多妇科医生 像我接触的妇科医生 她在门诊里面 夜间的门诊 经常来女生 一年里面就会来一两个女生 她把一些物体 比如鸡蛋 茄子 放进阴道 然后够不出来 都用这种方式自慰 甚至有男生 把那个 我知道的一个最悲惨的例子 是把灯管 放插入几个灯 进行自慰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就不需要再去争论 说我们自慰 讲自慰 要不要讲正确的 安全的 不存在正确的 我觉得自慰方式 安全就可以 健康就可以 没有什么正确的错误 这样的 我们要不要讲 所以不全行性教育 当然要讲 再比如说 以色情品 性工作等等为例 如果我们仅仅单纯说 反对色情品 在这些年 中国大陆很多学生 发生了学校和这样的事情 看过色情品之后 男生看过性脏 女同学等等 那么我们使不了 把关于色情品的真相 关于色情品的争论 支持 反对各种各样的声音 把这些全民的支持 就是告诉青少年 那么我认为 当然应该做这件事情 否则 你总是 你再阻挡也阻挡不了 他可能会看到色情品 然后呢 看到之后 做出一些对自己和他人 有伤害的事情 而既然有这种风险 那么我们的性教育当中 为什么不可以讲色情品呢 好 所以我们的方法也是负全的 所谓方法的负全 就是在我们的性教要让他们真正思考 思想的极大成长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听话 所以我们不是想培养听话的乖孩子 而是给他们能力 这样的性教育结果一定是人格的全美的成长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具有了能力 而我们不负全 我们只禁止 他也未必真的听话 守征教育不就是这样吗 但是结果证实 我们仅仅是禁止 但是呢 他们也不是做一个乖孩子 这里面特别想强调的一点是 我们不是扔出权力 我们不是说 哦 我负全 你怎么做不管了 随你去了 不是这样 而是真正要给予他要给你 我这里仍然想举一个例子来说 我们的一个课程 那么 我们有一个课程的设计过程当中 是关于原教的 然后 老师设计的过程 他们会说 哎 这个负全 既然是负全 那么我就 全都要以自己去决定 然后我会强调说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也要把原教 关于原教的各种可能性 一些好的评价 一些不好的评价 一些原教者可能得到的 和可能失去的 我们全都要给他们 全都要给学生 然后这才是 让他自己去做选择的一个基础 而不是说 不管了 不是简单的扔出权力 我觉得 因此我觉得 父权行性教育的 是更深的一个教育 当然 社会性别平等 应该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会认为 社会性别平等 应该包括在人权里面 只不过 因为它特别重要 我要把它拿出来弹度强调 我们的社会性别平等 是包括这样 颠覆性别平等 包括这样三点 颠覆性别刻板变相的教育 在中国大陆这几年出现过 所谓塑造疏离的教育 所谓拯救男生的教育等等 恰恰是强化了社会性别刻板变相的教育 而我们会主张说颠覆上刻板变相 然后促进性别平等 包括男性参与的教育 因为男性参与以大陆为例 多年来的性别平等运动 女权运动当中 男性参与的做得应然很不够 所以我们会把这一点 当一个非常重要的强调来提出 那么性别多元的教育 自然就包括男性女性化性别 生理兼性人等等 这样多元性别的平等 也包括性别气质实践的平等 这些年在大陆的中学里面 经常会有中学老师讲 有各种洋洋青的男生 或者很洋当的女生 在我们的这样的 父权性性教育当中 我们都应该强调 并且尊重他们的性别选择 并且对于歧视和伤害 他们的性别选择的现象 可以反对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好 再来看一下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为了达到目标服务的 所以我们会强调 人类生活中可能遇到的 性和性别有关的知识 都应该讲 即使部分学生自称不感兴趣的 也应该讲 对于有争议的事物更要讲 而且要讲透 往往恰恰是有争议的事物 能够促进受教育者思维能力的提升 思想的激荡 思考的提升 而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获得的绝不仅仅是关于性的知识 性的能力 而一定是整个人格的全面的成长 而这对他人生的影响将更为深刻 我们过去 我们正在做的 以我为了 正在做的两个项目 一个是中学性教育推荐教案库的项目 我刚才提到了 我们会有四类具体的方法的讲述 比如说我们会说 男生用的方法就是 露动你的眼镜 达到的学生用语教路管 女生用的方法 我们会说用指甲 用尺度 来环状的按摩你的眼地等等 另外另外还有一个是 电影性教育教案库 这个基本上做完了 正在审稿的过程当中 我写了八十部 八十部经典电影 用它来精影性教育 比如说我们这个有甲晓兹 甲晓兹電影是这个 一个一个法国小学1年級的孩子 梅莉 他是一份娘娘强的男生 然后呢 当然这部电影 塑造了一个正面的 积极的一个形象 最后的 他被家人同学所接纳 我们也希望这样一部电影教学当中 能够在我们的小学当中能用 我们也包括像《亲密治疗》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是讲残疾人的性 我们如何关于残疾人的性 当然我们也包括了像《天肉包笔》 《天肉包笔》是一个同性恋 美国真是同性恋的电影 他的孩子家庭歧视他的包笔 然后他自杀了 那之后他的妈妈开始投身于同性恋情放断 所以我个人的经验是 很多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者的家长 来做咨询的时候 他很痛苦我的孩子同性恋我怎么办 怎么能改变他我接受不了 我就去推荐他看《天肉包笔》 看完之后他们都痛哭流涕 往往许多家长说从头哭到尾 那之后看完之后 再也不认识我不接受我的儿子 我为什么要不接受他 我要让他自杀吗还怎么样 所以像许多这样的电影 当然我记得还有一个电影 叫做处女之死 也被我们收入处女之死 这个点就讲述一个家庭 管束他的三个女儿 这三个女儿都是中学生 严格地控制他们的社交 还不是他们的性 都是他们的社交 只有这三个女儿一起自杀 在一天凌晨一起自杀 这样的影片都会对 无论对学生还是对家长 很多都会有非常重要的教育意义 这种希望通过来影响 通过内容传递的观念 更重要 比如说在大陆的中学里面 很多学校在讲艾滋病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几乎所有的艾滋病的教案 都在讲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讲艾滋病的怎么传言 怎么预防 其实我蛮奇怪的 中学生真的对这个感兴趣吗 没有人问他们感不感兴趣 当然了我认为 当然应该讲 他们不感兴趣应该讲 但是这个结果 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 我们就在进行的性的恐惧教育 我们就在进行的 这就是首诊教育 如果我们只讲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艾滋病的可怕 艾滋病的死亡力 我们就是在进行性的恐吓 这就是首诊教育 而我们会强调说 在我们中学性教育教育库的编写过程当中 我们强调说 拥人权 平等 尊重 包容 来取代单纯的性的传播方式 预防艾滋病传播方式的教育 可能如果再一个分一个比例的话 我会觉得说 那个传播方式 一直讲到你课程的四分之一 假设你四十五分钟 你讲十分钟传播方式 预防就足够了 你用三十分钟来讲平等 国爱包容 结果一定不仅仅是 这些学生懂得包容 艾滋病感染者 艾滋病感染者 结果一定是他们对 所有和我们不一样的人 所有弱者 更加包容 一定是我们的社会 应该更加民主 多元 开放的节目 好 教学方法上 时间关键很快点 教学方法上呢 我们实际上是在 用后现代的 父权的女性主的教育方法来做 实际上以大陆为例 这种教学方法 在中学的教学当中 其实已经被普遍地接受了 甚至在小学大学 更普遍地在教育当中强调 这个后现代的父权的教学方法 但是在性教育当中 我们很多人不敢这么用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总想管束青年的性 其实呢 我会说 你可以用这种父权的方法讲很多 但是呢 OK 那么其实 当然也可以用这种父权的方法来讲性 父权在性教育中的具体应用是 我们希望他能够激发多元的思想 不做道德的倡导 像我们会就任何一个问题来组织 基于的争论 比如说 以往在中国大陆中学常见的性教育当中 谈到一个中学生恋爱的时候 更多地在倡导说 你不要恋爱 当然稍微好一点的是说 不直接说你不要恋爱 只不过说 你不懂真爱 其实说过不了学生 学生说我这就是真爱 我们就是想真爱 但是真爱的概念本身也很荒唐 所谓真爱经常被用一些古诗词来描述 什么君住长江头 我住长江里之类的 或者说什么 还有首诗 两生死两茫茫 不思念自相忘 死了我都爱着你 这很奇怪的教育方式 让我们很多在婚家庭的孩子 情何以叹 或者父母一方上的家庭 就会问你 你为什么没做到生死两茫茫 跟我爸妈 没做到生死两茫茫 而且重要的是 这样的教育理念 就会特别强调的结果是 塑造了女孩子 把爱情婚姻家庭 看着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价值 所以到我们大学的时候 以我所工作的大学为例 我们过去三年 有三个女生自杀 每年有一个女生自杀 当然自杀有很多种原因 但是其中一个导火索 或者说一个眼子 是失恋 是失恋 所以我会强调说 我们的恋爱教育做错 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如果我们一开始 已经告诉学生说 恋爱是一件美好的感情 但是这里面有失恋 有欺骗 有一情别恋 有各种各样 有我们的感情淡漠 有我们发现对方不合适 有各种各样的可能 那可能就会好得多 而我们的中学性教育教育库的过程当中 我们专门涉及的课就是 恋爱和学习冲突 我们不是说它一定冲突 一定不冲突 我们会让学生讨论说 冲突不冲突 如果冲突你怎么做 如果不冲突你怎么做 你应该怎样做 让学生思想积大 积大完了之后 他们自己决定 因为那个一定要恋爱 还会恋爱 然后不恋爱 他也不恋爱 处理好 他也能处理好 不需要老师去告诉他们 大家这里面 在试讲的关注中 非常有趣 有个学生就会问我们说 为什么你们重来不讨论说 成年恋爱和工作冲突吗 我们说不怕恋爱影响工作 为什么就怕我们恋爱影响学习 好 那么我其实 我想最后做一个总结 就是我想强调的是 不全行性教育 想传达的理念就是 不是禁止 我们不是单纯的禁止 青少年远离性 不要有性 而我们是希望保护 但是在过程中呢 我们不是以剥夺性知识 性信息的方式保护 而是给予他们 给予他们充分的性的信息 正面的反面的全面的 目的在于复权 不要把那个权利夺回来 而是赋予他 那个自己选择 自己决定的权利 我们会相信说 拥有这样的权利 自己对自己和他人负责任的权利的青少年 才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希望 好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方博士 我想方博士刚才说的很多新教育的理念 也许对大家心目中的理念有点动摇 所以现在是很好的时间 我们向方博士发问 我们接下来有十分钟的提问时间 欢迎台下的各位向方博士发问 如果有兴趣提问的朋友请举手 我们会有同事过来 将回答给你们 谢谢方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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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 就是您刚才讲到 在大陆推行这个新教育是非常困难的 我想问一下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以及您觉得 包括官方 包括 包括官方 然后包括一些 比如说一些社工 包括我们的教育工作者 来如何解决这样一些困难 还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您刚才提到 一些新教育的教材 这个课程的设计 那我想问一下 您对这个教材设计的具体推广 有没有什么样的措施呢 谢谢 好 谢谢 其实在大陆有很多文件 政府的文件 教育部呢 还有那个关于儿童发展纲要 还有妇女发展纲要 教育部的中小学 教师的职业标准 职业系统标准 等等 其中都提到了性教育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推广新教的时候 特别想用这些文件去做推广 做一个旗帜 但是落实到下面还是有很多困难 虽然它有推文件 但是以小学为例没有明确的课时 很多小学说我没有课时不能做 最大的一个阻力 我会觉得说是教育者的观念 因为我们针对学校性教育而言 那么一定是学校要来做推广 而这个做不做 跟我的学校的评级 升学率等等 帮此完全没有关系 而如果有了一些问题 那一定会是说 你做性教育造成后果 比如说我没有做性教育 结果有两个女生 在一个卫生间生了孩子 那是你两个女生各有的问题 如果我做了性教育之后 假设有一个女生在卫生间生孩子 别人会说这里做性教育的结果 不会说是少了一个生 而是说你看 因为你做了性教育 所以他们受了坏影响 他们去生孩子等等 我觉得背后的一个背景就是 我们很多教育工者对性教育的理念 性教育所能够达到的结果 和有一些不太了解 比如说我们前几年 北京有一所小学 像许老师的那个项目当中 一所小学 他们有一个性教教材里面 有一个性教的插图 我们是通过它来讲 介绍生命的起源 我们肯定会只剧讲性教 我们一定会讲安全 责任 年龄 爱 等等这些东西 但是媒体就会报道说 小学生教材教学生性教育 那么当然就无论哗然 然后网民一片愤怒 对 所以学校性教育最大的障碍 除了观念之外 还有没有支持体系 它做了没什么好处 不做了也没什么坏处 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常见的理由 他们说家长可能会反对担心家长的声音 其实这又是一个想象 恰恰相反 如果真正家长了解你想做什么 对还做什么好处 他们是非常支持的 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可能慢慢地来推进 这些年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在大陆很多老师 包括学生老师 推广工作 那么慢慢地你可以看到 越来接触的地区越多 有很多地区都做得比较好 我觉得是一个过程吧 然后说到教案的推广 我正在做这个项目是 普特基金会支持的 我们要选100个中学性教育教案 在这个支社项目过程当中 包括我们做完了之后 要有一个针对一个省 做全面的教师的培训 然后在那个省的中学做讲 然后再分享他的教学当中的经验心得 现在是有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也有这个项目当中 也有支持1000本证书 就是证送给各地做性教育的老师 那么其实这个教案的编写中 也有很多人提出质疑 包括我们项目主的老师就会说 这个教案我可以参与写 但是我的学校我不会讲 他自己写的不讲 他觉得比较前卫 但是我们的理念是 当然我提出来的是 我们对真理负责 对历史负责 我们不对个别教师 和学校的观念负责 我们这个东西放在这里 100个教案 你可能今年讲10个 明年之后你觉得 我可以讲20我可以接受 后年我可以接受30个 就你的观念是一个 逐渐影响的过程 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放在那里 别人肯定不讲 你有些东西放在那里 它会慢慢地成为一个倡导 然后有这个地方开始讲 那个地方就开始讲了 所以我们会有这样一个理念来推广 谢谢您的观念 您好 方教授 我是来自中山的一个初中教师 非常高兴 今天听到您的讲座 我们正在学习这个学校里面 来进去青春期的新教育 等会您帮我牵着笔啊 我有个问题是这样 刚才您提到了色情品的问题 我就有一个这样的教育的经历 我的一个学生 他偷偷了一个小男孩 拿了几大本的这个色情杂志 在观看 那么其他的同学呢 也偷偷地想看 那发现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杂志收回来 然后找这个小男孩谈话的时候 首先我觉得我还是没有能够去批评他 或者批评他这样很不对 但是我的教育 我刚才听到您讲座 可能还确实不符合您的理念 我还是告诉他 这是不健康的毒物 你如果把这些带来的话 第一个你自己学习受影响 你会看了以后响入非非 而且同学们看了以后呢 也一直不想看 最后你又传播了这种不健康的毒物 我是这样跟他互动的 但是刚才听您讲了 就是说设计品可能我们也要告诉他 怎么去看他 读了他心里干什么 所以我觉得 我该怎么样跟他去交流呢 我今天反思就是 我跟他的那个交流 也许甚至于传播了错误的东西给他 传达了错误的给他 我该怎么样告诉他 正确对待他拿来的这些设计品 我并没有想说色情品是非常好的东西 没有一个意思 我想说的是 我们肯定在今天我们对于色情品普遍缺少一个 以大陆为例 我们只知道它不好的一些东西 没有知道它有不一样的声音 对不对 我们所有能看到的坏色情品介绍就说 坏坏坏坏哪里我们都不知道 比如说西方有很多研究色情品的论述 它反对色情品有一个道理坏在哪里 比如说 让男人无法区分现实与幻想 鼓励强暴 侮辱女性等等 它会有一套理论 我想说的是 其实我们的性格当中 我们当然首先希望 未成年人如果不看到色情品 蛮好的 我们无数国家也有 这个三级片 几级片的一个制度 但是我是说 现实当中做不到 很多人很早就看到 这个时候如果他们看到了 我们就一定要进行性教育 我们就要讲色情品 而不要再回避 而我们在讲色情品的过程当中 我们当然 以我的中学性教育的教案库的过程当中 我会说 色情品是用来娱乐 它是个成人的娱乐品 色情品不是真实的生活 我们不能够通过色情品来了解异性 因为许多人在青春期 梦动他通过色情品来了解异性 他会觉得色情品当中的男人和女的表现 就是我生活中的男人和女的表现 而这可能会给我们自己带来伤害 然后可能我们会做出一些事情呢 既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别人 我会强调从这样一个点来讲 那么在我们中学的时候 遇到过很多学生也是 看了色情品骚扰女同学 这样的事情蛮多 我会鼓励这个教师做的是 第一你一定要发现这个学生的优点 每个孩子都有优点 他一定在某一方面有优点 第一地肯定他 说你本来是一个受到尊重的一个孩子 等一个同学 然后呢你如果搜到你同学 这是不许是办法的 而且是可能使别人不尊重你 等等 我会觉得这样一个角度来论述 所谓关于色情品的 我所说的一个争论 因为是可能会有 比如说我刚才前面的几点 都有反驳的声言 比如说他为什么不是文明性 等等 我觉得可能根据不同的学情 办情来处理 因为我这个学生 这个年纪的学生本来 就没有接触过很多色情品的真实 你讲的可能反而不太好 那么紧紧讨论到色情品 不是真实的生活 也许就可以了 不要通过色情品来模仿 不要把它 就是个幻想品 我们看了之中狭眼会 可以在楼之间跳来跳去的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看了色情品 就要去俄法 但如果这个班级里面的学生 他接触色情品很多 其实我是在大学的教学当中 我会把不同的 关于色情品几派的 不同的观点呈现出来 而这个过程当中 我关注的早已经 不再是色情品本身 而是通过色情品来讨论言论自由 来讨论个人的选择权等等 这样一个层次 所以我觉得在中学 您那样讲 也没有太大偏差 谢谢 不好意思 因为我看见 也还是有朋友想发问 但是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接下来呢 是我们20分钟的休息时间 休息时间的时候 您可以抓住 博士继续向您提问 根据老蕾来海 谢谢老博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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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